排那個白煙 然後那個白煙大到可以覆蓋 整個台移線的那個路換 嘉義劉先生指控他花12萬元 才騎300公里的新車 沒想到在換機油之後 開始噴濃煙 甚至連機油都流出來 讓他好傻眼 花了十幾萬 去買一台新車 就回原廠去 然後他們搞出這種 非常不專業的事情出來 讓你當然會覺得 非常的非常不滿這樣 劉先生質疑 車行老闆換機油的方式錯誤 原本交換量1300cc的 卻流出了1800cc 指控就是超量的機油 害他的愛車壞掉 而當事業者這樣說 像他說的一些冒煙周邊 有一些耗材的更換 我們都沒有跟他收備 因為必然是我們的一個缺失 那我們就是去負責任 去把這件事情處理到完善 相車主道歉表示 已經將機油毀損耗材的部分 進行更換 總公司也派人向劉先生致歉 延長了引擎半年的保固 但劉先生不能接受 希望求償車價30% 約3萬多的賠償金 而事件已經送到 消防官審理中 只是這機油到底該怎麼換 用抽的和用漏的 會有影響嗎 其實車廂的話 主要都是用漏的 用抽的話其實就是 可能說我們螺絲打不開 還會相對的說 從機油室那邊抽起來 景點師傅說 其實兩種方法都可以 但重點是內部機油 一定要清乾淨 而機油的量也都有固定標準 太多太少都會傷車 因為稍微看得到 它可能有 可能到這邊還是怎麼樣 你如果說加6700 一定是可能滿到這邊 一般民眾如果想看機油 是否有超量 除了機油尺之外 如果被加爆量 其實肉眼就能看出來 但到底是抽油 還是漏油的好 修車師傅認為 還是取決於師傅的技術 恐怕還是只能勝選店家 TTVN新聞 季健康林邦牛璇 高雄嘉義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